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其实一刚开始是2010年 中国决定让人民的收入翻两番 改变了商一般人的所谓的劳动合同 中国要脱离工厂的角色 而上海的制造业也一夕之间完全改变了 原来这些什么都一个一个垮掉了 或是必须搬到越南去 这个时候上海进行了它的经济转型 当时上海的市长跟市委书记前后都是韩正 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所以这个C929计划就一直持续下来 另外一个是钻井犹太 海上的钻井犹太 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对外输出 第一名最成功的一个相关的设备 回来谈C929 C929是完全中国自治吗 不是 完全中国国产不是 它的引擎是跟欧洲买的 早期它本来想要跟美国买 可以降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也可以修好美中之间的关系 但是后来觉得风险太高 后来转向了法国 所以有些报道太夸大 就说中国可以挑战打破欧美垄断 这句话是夸大 因为它所进行的飞机不是一个可以国际飞行的 它也不是真正的大飞机 它是一个适合中国国内飞行的 可能四川飞到上海 从哪里飞到甘肃 从河南飞到什么地方去 它并不是真正属于international 就是大型的这种波音这种 或是Airbus这种大型的飞机 但中国因为基本上它的领土非常的大 所以它很需要这种商用的中型的飞机 所以C929基本上是以中国国内为最主要的市场 而第一个终于交付的是东方航空公司 它也是上海的航空公司 所以这是一个上海的制造业的大转型 那这个制造业是当时上海韩正市委书记 所想出来的最重要一个概念是什么 因为你一个大飞机 它牵涉到2000多个后面的生产链 它的油漆必须是特殊油漆 玻璃必须是特殊的玻璃 那么它为了要拉动整个生产链 它希望是一个最重的一个产品 虽然最核心的引擎 中国还做不出来要跟国外买 但是其他的东西中国是做得出来的 它是希望让整个产业进行它很重大的一个转型 CO9非常早从2010年开始 慢慢逐步逐步的酝酿 在2014年其实飞机就已经差不多了 还曾经就试飞过一次 习近平自己亲自还在那个地方看 那我们其实开始进行了采访 采访两次之后 他其实还是相当的小心 一步一步的最后就高于认证 这次这个礼拜国际开始报道 第一次就要卖给了东方航空公司 开始进行真正的飞行 我国大飞机事业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全球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 今天交付首家用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卖出市场运营的第一步 也标志着中国民航运输市场 首次拥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干线飞机 首架交付的C919有着特殊涂装和专属身份证号 机身前部印有全球首架的中国印标志 飞机注册号为B919A B代表中国民航飞机 919和型号名称契合 A有首架之意 要形容的话就像一个孩子 从出生到成长 到今天应该是算是大学毕业了吧 就要服务于社会了 在交付环节 C919主制造商中国商飞 向东航交付C919全球首架纪念钥匙 并颁发飞机销售证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向东航颁发国籍登记证 单机试航证 电台执照 我们是今年的9月29号获得的 这个型号合格证 那么两个月之后呢 我们又获得了生产许可证 那么这张证呢 就是意味着我们的制造厂 可以按照我们 型号合格证批准的这个设计 来持续稳定不断的生产 这个试航安全的飞机 中国人的大飞机梦 终于照进现实 东航919收到可以开车 滑出报告 东航航空返回期待 开启C919再通过民航 在全球民航的手机 不易 谢谢 这里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在大家的期待当中 我们看到国产大飞机C919呢 是稳稳地降落的 并且呢 现在缓缓地向我们滑行过来 我们看到现场正在经过 象征着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 今天从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 到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 虽然飞行的距离并不长 但是意义却非常的重大 意味着国产民机商业运营 迈出了第一步 C919从正式立项到成功首飞 完成取证试飞 货搬型号合格证到正式交付 这一天 中国人整整等了15年 习近平对大家表示 在你们努力下 大飞机项目取得了可喜成就 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继续合力攻关 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大飞机梦 9月30号 他在北京亲自会见 C919项目团队代表 呼吁团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 取得更大突破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2015年 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 欲借此推动中国成为制造强国 而商用飞机一直被誉为 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22个省市 200多家企业 36所大学院校 数十万产业人员投入参与 综合成果就是这架C919 却在2018年成为前美国总统川普 发动美中贸易战 科技战的标靶 即使换了拜登当总统 中国依然没能摆脱美国的制裁威胁 习近平一声令下 要求高科技产业跟飞机制造业 掌握核心关键技术 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自主开发这条路是必须坚定地步移地走的 丛林开始的研发谈何容易 但也有人质疑 C919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制造 最多的部分 中国制造的部分 都是在内部 或是在身体和门上的部分 所以中国的部分 都相关于飞机 但他们并不关于飞机的能力 更加重的部分 都在购买 中国的部分 都在美国和美国 vary ethnolani 第四个地方 我们没有 我们所有东西 就可以了 类似于 其他部为总裁 市区 中国媒体曾指出 C919的国产化率已达60% 而美国的波音787国产化率仅为30% 事实上为了弥补中国在相关设备 制造能力不足的缺憾 中外合资就成为互谋起立的商业模式 C919最核心的发动机就是其一 车子是最难的部分 为了避免再次受制于人 中国也正按计划研发自己的发动机 它的名字叫CG1000 所谓CG1000实际就是长江1000 这款发动机是配合我们C919 大型客机使用的 它的技术水平相当的先进 应该说呢 在未来几年 这款发动机将会用在 C919型大客机上 完成是非 最终让我们的民用大客机 真正用上中国心 而通过C919大型客机的研制 中国首次走完了大型客机 从设计 制造 试验 试飞 以及试航取证的全过程 具备了按照国际试航标准 研制大型客机的能力 2023年 东航还将陆续接收四架C919 我们正觉在三月初 开始投入商业已经 首飞当然从我们的制造地上海出发 飞向首都北京 西安 成都 昏明 广州 深圳等 主干线城市 随着后续的飞机的增加 我们国内的主要城市都有飞 当然了我们要飞向国际 CSIS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顾问 干乃迪分析中国工业政策 超过25年 Kennedy says The success of COMAC will take longer than one presidential term despite all of the state support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overcoming previous technological hurdles I still think that we're no closer than a decade away from COMAC being a serious competitor to Boeing or Airbus where you have no greater than a decade away it's for us to be the same it's going to be the same you it's going to be the same how we can do 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